好 这个三百哥呢 目前被加油站列为是黑名单 而眼前的网友发现 上个月在英哥地区出现了一名平头男子 他也开着白色的轿车 疑似制造假车祸 那么当时候方这个大客车的车主呢 很无奈 抛上了这个画面 说叫大家小心这名蓝车哥 但是网友一看 就发现这个蓝车哥跟三百哥 根本是同一个人 时间往前推三分钟 白色轿车驾驶摇下车窗不断比划 一边加速一边变换车道 荡在大客车前面 只差零点一公分就撞到 平头男下来蓝车 疑似制造假车祸 蓝车影片被po网 马上有网友回应 看起来不像假车祸 后方车主有叫警察来才像恶霸 影片没头没尾就指控假车祸 这一段话疑似就是蓝车哥 替自己辩解 眼前网友发现加油站 贴出三百哥公告 车牌号码和车款 和影片中这一台 白色轿车车号8651 完全一模一样 你看过他这本人 是不是跟这个人是长一样的 他是专门制造假车祸的 因为他后来那一趟 最后一趟来的时候 应该是制造假车祸 制造不成吧 保险感都被撞掉了 三百哥加霸网友 被加油站列入黑名单 蓝车哥被网友揪出 蓝车涉嫌制造假车祸 横行三峡英格一带 现在被指认出是同一个人所为 离谱行径全被网友揪出来 要大家小心这号任务 这内新闻新北市 组合报道